透过公益彩券回馈经济化机制 从台东开端 今年首度进军花莲的财团法人 金字塔幼儿教育研究学会 继万荣还有卓西湘之后 9月份在瑞穗湘接牌成立部落游戏屋 舒适安全又有专人看顾陪伴 让家长们很放心 也乐于带自家的小孩来体验 无肉部落头目 社区协会干部以及村长罗峰 县市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等嘉宾 共同拉下红布条 无绕部落游戏屋接牌成立 而这也是财团法人金字塔幼儿教育研究学会 在花莲县内第三个辅导成立的游戏屋的乡镇 其实县长一直在极力推动 每一个乡镇要有一个亲子馆 那现在是我们很幸运的 可以得到一个资源 让我们热水乡多了一个部落的亲子屋 的一个探索 让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孩子呢 还有家长们可以一起 有一个亲子共学的场地跟机会 其实是很棒的 以活化利用旧卫生室建筑空间的游戏屋 各式各样主题角落丰富多样 安全又舒适的环境设施 让幼儿学童玩得不亦乐乎乐不思数 好不好玩 好玩哦 你也去 第几次来了 这边 有限 因为有时候有一个 一大堆地方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 而且 我也很喜欢 哦 你喜欢这个吗 我喜欢啊 你都喜欢 市市环境安全 而且又有幼儿教育专员 专人看顾陪伴 家长高度肯定 也十分乐意带孩子来部落游戏屋 探险游玩 就是小朋友闲暇之余 有地方可以去 嗯 然后有老师可以陪他玩 哦 所以会比较放心 对 至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玩 嗯 然后 他们在里面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就不用用3D 事实上 由于部落游戏屋的设置条件严苛 因此 无劳社区发展 协会从今年2月 开始寻觅考察 评估各个据点 最后 终于落脚在环境空间 都符合安全条件的 无绕部落旧卫生室 就是刚好无劳教会 这边是最普遇的 最安全 是这样 因为在这边关下去 小朋友都不会出去 那这边小朋友都可以玩 里面都空间蛮大 唯一一个不缺失的就是 我们教会里面没有 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 没有人吃 哦 这也是指 帮一些我们自己 对睡相的小朋友 有时候爸爸妈妈 礼拜六 整天或礼拜三 下午半天的课程 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 一起伴游 一起来玩游戏 无绕部落游戏屋 建制完成后 7月份就开始式营运 成效不错 今天正式接牌成立 开馆对外开放 站长尤秀珍 除了期盼大家爱惜公务 也强调 部落游戏屋 并非无绕部落专属 而是开放给全瑞士乡 因此部落屋也热情 怀迎各社区部落的孩童 共享共有 共学同乐 记者是玉兰 最继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